先读自己 再发愿回向给众生 我真正有功德回向 回向不是假的 是真的 那现在我们念一部经 念个几万声佛号回向 行不行 行 永运效果 不一定 为什么呢 你是杂星 你是忘念 你念这部经里头 多少杂念 多少妄想 你念这一万声佛号 这一万声佛号 有多少杂念妄想在里头 全破坏了 你的东西不蠢不尽 纯净纯善才有功德 不能说是你没有 你这个太少了 不及格 要六十分几个 你才有几分 十来分 不行啊 不取作用啊 但是做比不做好 这是肯定的 能不能受到效果 问题你是真心是忘心 你是纯净纯善的心 还是杂星 还是忘念 夹杂的心 那就不行了 这个重要 要想念佛做到不夹杂 用光大师一生 他用的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 我们可以学习 他的方法 是三个清楚 第一个 念得清清楚楚 念佛速度不要快 应足念 一个字一个字念 字字分明 清清楚楚 耳朵听得清楚 听自己念佛的声音 这句佛号 是对己身 记得清清楚楚 他记述的方法 就是一道识 然后再从一道识 永远是一道识 不要识一二识 不念识一道识 我这一身佛号 是这个声句里头 是第几身 用心去记 不要落痕记 不要说 阿弥陀佛一 阿弥陀佛二 这个就错了 这个不可以的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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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头记 这样子 咱们也不会进来 是个很好的办法 用光大师 一身念佛 就这个念法 有很多人念佛 不能设心 忘念很多 去请教他 他就把这个方法教个人 很有效 大家可以试试看 特别是对现代人 现代人都是 心浮其造 妄念 从哪里来的呢 传染来的 什么东西传染给你 媒体传染给你 头一个是电视 你看不看电视 你看电视 就是接受污染 要知道 你家电视机上 写着四个字 接受污染 看电视就接受污染 心里污染 麻烦 麻烦 电视 它有权播放 我有权不接受 我有权不看你 我不看电视 已经五十多年了 为什么呢 不接受污染 不看报纸 不看杂志 每一切东西 一看 不理会 每一天看佛经 都圣仙书 好啊 慢慢才注入过了 才明白过来了 比较不沟 不是 咱们 别人 咱们 转费